匯豐股价过去两个月在65至70元徘徊 但都是在70元前面行人止步 据北水港股通户口显示 匯豐持仓连续10个交易日出现正流出 自6月20日起 累计减持近1900万股 占匯豐总发行股本约0.1% 反映内地投资者启动新一轮减持匯豐 作为匯豐第二大股东的评保 5月7日披露 匯豐持仓跌穿8%后 一直未有任何举动 当时平保旗下平安支管负责人强调 匯豐是长期财务投资 对该行的长远发展有信心 不过 平保的解释并未识除市场对它减持匯豐的疑虑 而且不时传出 平保正就匯豐持仓考虑多个选项 除了在公开市场减持之外 也会向大户出售持股 早在平保5月披露之前 本部就曾经发现 北水户口试过连续20日减持汇丰 据最新资料显示 平保依然持有汇丰大约15亿股 与北水港股通的汇丰持仓15.3亿股 基本上是一致的 今次北水户口再次出现移动 难免令人怀疑 是否与平保新一轮的减持有关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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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